现时广东地区有52间专科院校招收香港学生 就读港生接近8000人 现年27岁 一直有自修读商业管理的Ryan 当年在香港读完高中之后 人未能获得港大、中大和科大 三间心仪大学的商管系取录 于是放弃本地的次选大学 回内地报读大学 第二届DSE时已退出了免试招生 当时DSE的成绩 一来申报香港的大学申请了一个批评 除此之外,免试招生 面对内地的大学 都可以直接拿DSE的分数申请 本来拿着香港的中学民朋友 可以免考内地联招 但是为了增加获取录的机会 Ryan参加了联招 同时又报考个别大学的 独立招生考试 包括了企南大学和博销大学的 两校招生 这个考试是最多港人去考的 而且门南和容易程度 相对比较容易的 我当时还有一个 我就读的中山大学是通过中山大学的独立联招考试 黄天不负有心人 最后Ryan成功入读中山大学的市场营销学系 现在就在深圳一间科技公司担任副总经理的职位 每年都有关于非本地学历人士 向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申请评估 以2017、2018年度为例 内地学历评估个案有1020个 当中99%被评为 与香港资历架构中的水平相等